今天来整理一下许元兔 这只是十周年乐园出的限定公仔 衣服这么精致 比我的都好 小鞋子上还有蝴蝶结 这两只大兔子本来是裸兔 给他们穿上了衣服 紫色这身是和AP联名的 紫色这身是冬季的大衣 看起来就很暖和 我们小兔子真好看 一个头型大抱枕 底下这个是许元兔和好朋友们的领盒 小兔子的朋友都是来自各国家的 不愧是国际兔 和一贵狗的联名 接下来是小挂架 许元兔的挂架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看这个小恶魔 背后还有小尾巴 这三只也是十周年初的限定 他们的衣服都好好看 最右边这只是曼曼 绝版的羽衣小兔兔 手里还拿着晴天娃娃 小黄花我真的爱了 这个抢蓝色的斗篷也好好看 看AP系列还出了挂架 丝绒蝴蝶结 此心二代也有我们小兔子哟 和Lisa联名的 细节满满 抱着自己的小兔子 这个灰色的是拉链不是瑕疵哟 可爱吧 好朋友麦麦 女仆小兔兔 乐园冬日系列 和Dolimix的联名 国产小兔子 蛋糕系列的小兔子 心情日记 看看日记本上是谁呀 这三只都是乐园三十周年的 夏日记小兔子 这只看起来仿佛平平无奇 但你看他说自己没衣服呢 那就给他安排上 乐园给许元兔出了好多小拙梯 吃下来感觉最爱的是圣诞节之身 挂架看完还有小胸针 这套是许元兔十周年的时候 出了一套复刻系列 小幽灵好可爱呀 这是今年新出的花仙子系列 简直太美了 不管是立体的毛绒 还是平面的设计图都很好看 还有大兔子的着替呢 背后有翅膀 兔子上身太美了 还给大尾巴留出了空间 总感觉家里还有一些小兔子 仿佛偷偷溜掉了 下次找到再拉他们出镜吧 Botman点个赞吧